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有个小朋友每天都要使用打火机 他就对这种一块钱的玩意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说打火机为什么这么神奇 一按就能出火花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打火机里面有个关键部件叫做压电源价 我们一起来通过实验研究一下压电源价 这是一个压电源键 当我们对它施加力的时候 它的表面就会产生电荷 我们可以用它来展示压电效应 现在我们把这个元件连接到一个光用表上试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对元件施加力的时候 光用表就会出现相应的读数 这是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的一个过程 同理 如果我们给它通电 那么它就可以把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具体的表现是它会发生振动 如果我们仔细听的话呢 是可以听到因振动而发出的声音的 亚电源价他就有一个特点叫做压电效应 当我们放出的电容 quiet的特点 那它可以设定在途 psychologist euro 就能读得来自个特点 我们先从心里面罩看到 Ronnie Esq因为它有纶件很静能力 一百多年以前 在1880年的时候 法国著名的学者皮埃尔·居里和他的兄弟一起发现了亚电效应 这个皮埃尔·居里没有他老婆有名 他老婆叫什么 叫居里夫人 皮埃尔·居里和他的兄弟雅克·居里一起发现了谁的这个亚电效应 叫做电气石 一种材料 电气石 电气石其实在我们中国还有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就是B-喜 是一种宝石 是吧 这个在我们看来是宝石 在皮埃尔·居里看来是一个亚电源价 这个亚电源价有什么特点呢 它正常来讲是没有电的 一个这个电气石没有电 但是如果我们上下两边加力 它就会形变 上下就会扁一点 而一旦它上下一扁了 它就会发现这个两侧就会出现电荷 这就是所谓的亚电效应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上下把它拉长 你上下我们来加向外的力 向外的力 它就会拉长 一拉长 它这个电就反了 刚才上表面是正电 现在上表面就变负电了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亚电效应 假如说我们反复的这么挤压 那么它的电就会一会正极 一会负极这样反复的变化 皮埃尔·居里还发现了亚电效应的两种情况 第一种叫做正效应 什么叫正效应呢 就是我们加力 有力 加了力之后就会有形变 有了形变之后 它就会产生电 这个就是所谓的正效应 反过来说还有一个叫逆压电效应 逆压电效应是什么呢 你先给它通电 有了电之后 它就会产生形变 因为如果你通的这个电是一个交流电 它就会反复形变 形成什么 形成震动 形成震动 我们在视频里也看到了会发出声音 这个其实就是逆压电效应 那么压电效应到底是什么原理呢 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多种压电原件 我们来说两种比较典型的压电原件 比如说第一种就是石英 石英晶体是什么材料呢 其实是二氧化硅 排布成一个正四面体的形状 如果我们从某一个特殊的角度去看 我们大概可以把它简化的 化成这个样子 就是硅原子带正电 旁边有两个氧原子是带负电的 然后这有两个硅原子带正电的 这有一个氧原子带负电的 正常就是这个样子 它也不带电 但是如果我们上下一挤压 大家想想会发生什么 我上下一挤压之后 硅和氧的间距是不会变的 但是因为我挤它了 所以这个形状会发生变化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氧原子还在这 硅原子还在这 氧原子还在这 然后它是不是应该更加什么一些 更加扁一些 对不对 更加扁一些 就会出现这种效果 这是负电 这是正电 就扁了 那扁了之后又有什么意思呢 这么一挤压 它就扁了 扁了之后咱们想一想 这个正电盒本来就是贴着边的 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这个负电盒本身原来是离表面比较远的 现在你这么一挤 负电盒是不是离表面近了 所以表面上就形成了一层负电盒 形成了一层负电盒 而底下本来这俩正电盒离表面比较远 你这么一挤 它离表面比较近了 对不对 所以就形成了正电盒 那这个就是石英的压电效应的产生原因 第二种就是压电陶瓷 压电陶瓷是一种经过特殊处理的陶瓷 本身这个陶瓷它是没有压电效应的 但是我们经过外界电场之后可以使它发生极化 什么叫极化 大概意思就是负电盒正电盒的排部出现了变化 那么正电盒更加集中于靠上的位置 负电盒更加集中于靠下的位置 大家注意这个正负电盒是内部分子的电盒 它本身是表现不出来的 我们称之为什么电盒 我们称之为束缚电盒 这个电盒在内部是束缚住的 但是这个表层的束缚电盒会吸引外界的自由电盒 比如说上面这一层正电盒会吸引负电盒 下面这层的负电盒会吸引正电盒 这两种就叫什么电盒 就叫自由电盒 它表层会有自由电盒 但是整体是显电中性的 但是假如我们上下两个方向去挤压它 会出现什么效果 大家想 我上下一挤压的话 下面这一层束缚电盒一上表面就近了 本来这个负电盒离得远 对它没什么影响 我现在这一层负电盒离得近了 所以这些个负电盒受到排斥作用怎么样 它就要往外跑 就要放电 同样道理 上面这一层正电盒往下跑 它也会排斥底下的正电盒 所以它也要跑掉 也就形成了放电 这就是陶瓷的这个压电效应产生的原因 它本来是不带电的 上面带了一层自由电盒 但自由电盒是可以抵消的 电中性的 我这么一挤压它就要放电 那我如果我还一拽它就要充电 这就是所谓的压电陶瓷 我们解释了这么多 现在我们觉得可以说一下打火机的原理了 这就是压电陶瓷的压电原件的应用 首先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原件 打火机 打火机其实里边就是有一个压电原件的 而且它是把两个压电原件这么连在一块的 中间是正极 两个正极中间有个基线柱 然后外边是负极 就我一按它 它就会产生正负的变化 我把这两个负极也连起来 连起来之后导出 这有两个离得很近的这样的两个这个就一个位置 如果我这么一放电 电压一高 它就会打出火花来 那么这个电压大概有多高呢 大概有2万伏 有2万伏这么高的电压 所以在这里瞬间就会出现什么 就会出现火花 而它在这个打火机内部有一种液体 钉丸 钉丸 平时在打火机里边是液体 你一放出来它变成气体了 就这么个东西 然后它就会打出火花来 对吧 这就是说我按那一下 其实不是我的手直接去打这个压电陶瓷的 而是说我们带起一根弹簧 上面有个弹簧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重锤 有一个重锤 我们会压缩弹簧 然后利用弹簧把重锤锤下来 最后打到压电陶瓷上 瞬间产生一个高压电 以前我们很多的灶台在打火的时候是不用电池的 我们一掰它就打一个火花 但是有时候打不着 我们还重掰一下 现在很多灶台是用电池的 我们只要掰一次的时候啪啪啪啪打火花 那这就方便了一些 但是它需要用电池 打火机是不用的 对吧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压电效应深刻影响社会的就是升纳 为什么说升纳深刻的影响了社会 因为升纳这个晚上在战争中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在二战的期间潜水艇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东西 它钻进去之后不知道什么地方冒出来 后来人们就发明了升纳 升纳其实就是一个超声波发射装置 它向底下发射超声波 然后它再把这个超声波反弹回来 如果你这里边有潜水艇的话我就能感受到你 那么超声波是怎么产生的呢 其实也是压电效应 就是我们用一个高频的一个电加到这个压电原件上 然后这个压电原件就会怎么样 就会震动 它一旦要是震动就会产生什么 就会产生超声波 对吧 这是什么效应 这是逆压电效应 对不对 然后我们要想接收这个超声波也是一样 我们这个超声波它遇到了这个压电原件 就会使得这个压电原件怎么样 震动 然后产生什么 产生这个高频的电 我们参测这个高频的电 我就知道你超声波回来了 对不对 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效果 那么压电原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应用呢 现在有人又发明了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可以利用雨点的能量来发电 就雨点倒到地面上 利用这个压电效应来发电 日本其实做了一些尝试 比如说在地铁站放了一个这个压电原件 然后让人们踩上去的时候就可以发电 把这个电能收集起来 用来照明 用来储存一些 用来做一些事 挺好的 是不是 所以这方面的工作人们还在探索 所以压电原件的生活中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西瓜视频和YouTube帐号李永乐老师里关注我